创作歌手颜杰6月27日举办好的情缘八片记者会 他四年前从美国休学回台艺员歌手梦 如今看见同届同班同学的毕业合影 虽然感到有点小小的遗憾 不过在当歌手期间他也发行了四张专辑 也再是将四年的音乐路程较出了不错的成绩 当天他还特意穿上学士服 弥补了心中的小小遗憾 此外颜杰即将在7月登陆台北小巨蛋开场 最近他可是情略身体 还是现场大方让女记者验收服务当中却闹出了大消化 的确我觉得现在我的身体状况是从以前到现在 我自己目前是在最好的状态 所以现在最硬的部分在哪 最硬 最硬 应该是胸肌 胸肌比较有锻炼 所以现在可以吗 呃 琴 可以 对 加速 加速 硬不硬 水哦 而最近周杰伦也为了演唱会琴锻炼身体 他私下更爱秀肌肉给身旁工作人员看 颜杰是不是也会跟着效仿呢 给给我的猫看 这哪会自拍 自拍 应该 嗯 其实会 因为我要记录自己的这个阶段性的成长 曾经措施坚取新人奖的颜杰 近几年不断努力创作似乎在证明着什么 如今终于踏上小街道的舞台将会给歌迷带来怎样的惊喜 十分令人期待 好的情人错过了好的剧热 变成不朽的天人也不能反白无声 是谁让我们做也不能懂 谁要哄我每次忽然心动 没有们 没有们 没有人 每天